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在外州还是在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拿到交通的罚单该怎么办呢 现在很多警察局你都可以上网去付钱的 就上网付钱的可以去了事 比方说一个南加州住的去北加州上反市晚的时候拿到交通罚单 你也不想回去付钱 那你就可以上网去处理这个事情 那如果你说我不想认罪那怎么办 但是我也不想跑到那么远去出庭跟那个警察来到对便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做一个现在加州已经有一个叫书面抗辩的了 表示你可以打电话还是上网到你拿着罚单的警区 给他拿一个这个这个表 你可以在上面填了 你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到是什么灯位 你是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没有犯这个亏 你把它写得好一点 找一个比较懂得人帮你写好你要抗辩的那个词 然后你就跟你的那个罚单做一个靠背 两个连在一起可以寄过去 那当法庭受到这一个书面抗辩的话呢 他也会叫写法当的警察也写一个书面的解释 那个警察也就会写一个书面的解释 那也寄到法庭去 那法官两个都看 看了之后呢 他会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是错 你也可以用这一个方法来做那个抗辩的 如果你受到法当是在离你家比较远的地方 可不可以要求法庭把这个案件调到 离你家比较近的法庭来处理 如果是离开了这一个县 就是一个county的话是不可以的 同一个county里面有可能 但是也有法官同意才可以 如果当你警察在给你写法当的话 你有没有权要求他把这个法庭写比较 比你近一点的话 这个是在乎当时的警察愿意不愿意 他愿意的意思呢 这是不是他的那个警区本身 警察局里面 永不允许他们警察做这样 每一个警区可能有不一定的 相同的规矩 通常就同一个county里面 同一个县里面 有可能大家会答应 但是也不是一定 所以要看他每一个警察局 本身的这个规矩